全油管最快新闻,在游泳世锦赛中,谭海洋成为第一个在同一泳资的50米、100米和200米项目中都拿下金牌的选手。 在28日的男子200米挖泳决赛中,他已打破世界纪录的成绩夺冠,实现个人本届世锦赛的四金壮举。 此前,谭海洋已经获得了50米挖泳、100米挖泳和男女4乘以100米混合泳接力金牌。 尽管在半决赛中被澳大利亚选手超越,但他在决赛中展现出了最好的自我,成功完成了自己的承诺。 谭海洋的表现可谓赢得了观众的赞誉和赢得了历史的尊重。